há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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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 别吃沙子 派大星 对了 我忘了 嘿 山地 嘿 山地 我给你学学章鱼哥的样子 别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除了我 所有人都是白痴 这是事实 别担心 伙计们 一切尽在掌握 因为我是一个专家 真有意思 有人把山倒过来了 海绵宝宝 用底下降落 这样可以缓冲一下撞击的影响 像这样吗 另外一个底下 你能不能别再犯傻了 那得再过四个月 哦 肯定疼死了 再来一遍 我没看见呢 看上去你的臀部肌肉已经完全痊愈了 我的什么现在怎么样了 你的屁股好了 真的令人很兴奋 我们花了二十个小时才把一切都恢复原状 实际上我们用的丁书丁都用完了 而不得不用胶水去沾 是的 你是一个幸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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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孩子 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倍小心 如果你再受到上次那样的伤害 你就只能和那边那个可怜家伙一样 戴上一个钢屁股了 哦 天 真痒痒 你听见医生的话了吗 海绵宝宝 如果再像上次那样受伤 就要有钢屁股了 我对后面太不小心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二十四小时随时关注屁股的情况 哎 离我远点 你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是怎么回事 哦 太危险了 哎 海绵宝宝 咱们一起玩 回事 哦 太危险了 哎 海绵宝宝 咱们一起玩吧 我们需要一个后部队员 干得好 不行 哎 海绵宝宝 你应该试试这个 伙计 我们终于找够了人玩七米长的拍屁股游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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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是从这开始排队吗 我的屁股一点都不安全 在外面我身上没有一块是安全的 哎 穷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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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海绵宝宝 哦 太好玩了 嗯 太好玩了 嘿 海绵宝宝 咱们再去玩滑沙了吧 海绵宝宝 你们好 朋友们 外面的世界很快乐吧 你坐在地板的中间干什么呢 呃 我在保证我身上剩下的零件很安全 如果你们够聪明的话应该和我在一起 这次的事故让我明白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 我是一个性别 我是一个幸存者 所以我就决定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我的屋子了 这是疯化 这不是疯化 这才是疯化呢 对不起 不拍戴声势队的山地 你看见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而下次可能不仅仅是屁股 有可能是我的鸽子窝或者是头 也许是另一个鸽子窝 我的错误在于和自然对抗 我是一块海绵 我想的是什么 走路 我的同类都不会走路 就坐在家里 难道你不会觉得寂寞吗 我不会寂寞的 这里有我所有的朋友 这个硬币 还有薯片 还有跟用过的餐厅打招呼 那你怎么能保住你在蝎宝王的工作呢 这没有问题 我有一个超长饼子铲子 那你吃什么 我是一块海绵 张开嘴就行了 海绵宝宝 早晚你是要到外面去的 听着我永远不会再离开我的屋子了 永远 绝不 永远 绝不的绝不 永远的永远吗 绝不绝不绝不 永远永远永远 绝不的绝不 永远的永远的永远吗 结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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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永远 永远 Hola派大星 够了 薯片 你不介意告诉他们门在哪啊 谢谢你 薯片 我想我得去找一个新的朋友了 嘿 张语歌 好 别担心派大星 我们会让海冕宝宝出来的 然后他就会发现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等我打他屁股的时候是吗 - 到处都是水母啊- 海绵宝宝错过了这么好玩的东西,太可惜了 - 喂,能听到我说- 能听到,能听到 - 那要行 - 我现在给熊老鼠刚打一碗,他没接啊,我哪在不在 - 好,今天跟昨天说啊,今天只是一个测试回啊 - 好好好好好 - 您稍等我看一下,就是我- 因为他没有QQ嘛 - 我熊老鼠什么玩意,这个名字打错了,我去说 - 对了,郑老师,您考过那个,师范的那个证没有? - 我没考过 - 我下周要去考的,要考第二次了,第一次差几分没过 - 现在师范证非常难考了 - 还好 - 而且光考师范证的话,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是考 - 实际上不代表你已经能当得上老师,这只是个第一步,第二步考试是什么 - 各地的编制 - 确实,算了,我- 我要把录制开一下吧 - 好,开录制了,算了,今天要录制一点 - 问一下,你就是说你那考的师范是哪个方向的师范? - 语文,数学,外语 - 历史系师范,历史系师范 - 哦 - 因为反正呢,我其实我也,我并没有打算去从事师范的工作 - 我只是想多拿一个证,趁大学的时候 - 哦,经常拿吧 - 经常拿吧,上一次是差个三分,就是那个,有一个是基本常识 - 一个是教师能力,还有一个专项测试 - 我的专项,我的那个专项技能和那个,教师这个是差三,各个是差三分 - 然后那个教师,专业技能可能差比较多,因为那个有专业知识 - 所以那个没有过 - 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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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我,因为上次我是罗考,这次我有体验有准备,应该能,应该至少能拿下两门吧,我觉得 - 你解,你解,你解 -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学区还有,我还能另外拿个证是初级会计识,去年我考过一次没过,这次又要再说 - 我就问一下,那个会计证,你像那个国内最高的会计证是要有多难考,相比国际的ACCA之类的 - 实际上就是会计本身的会计师,最基础的会计师分三个等级,一个是初级会计师,然后是中级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 基本上就是,初级会计师就是你本科能够考,但是如果是中级会计师的话,你就必须得工作几年,或者说你考上硕士你就能考,你才能考,读完硕士你才能考 - 然后高级会计师就是,高级会计师就是,你得工作多年,或者说是,你是博士学员才能弄 - 明白了,明白了 - 像基本,而且这还只是会计师,而且这还只是初级会计师,还有,就像是柱子会计师,还是审计等等的内容都需要考证 - 会计本身的话,它所设计的相关行业非常多,就是会计,会计也分各种专类,比如说这个,包括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会计 - 就是反正会计就是说不停的考证考证考证,明白明白 - 郑老师要不您联系一下熊老师吧,您那是朋友,您跟他联系一下吧,他好像,可能我看不到 - 我先跟熊赵老师联系一下 - 熊赵老师他是开始干什么的,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 - 他是美术工作的 - 美术工作,那我完全不懂,那我不管 - 美术工作的话,我想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初中同学,他现在去英国了,好像读什么广告专业吧 - 诶,广告专业,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词这么少,哦,我想起来我选课,我选课,我选课,我大学的,我大学前几个学期,我的那个,选课瞎选,导致我现在分不够,我现在得凑,我现在凑两个,我今年凑到的一个是一个那个,小说的叙事技巧,一个什么,材料与家具,因为要攒那个,美育的,就是美术和体育的那个积分,我选了个家具,等一下可以正好问一下熊赵老师 - 我刚才打了一下熊赵老师的电话,他没反应 - 没反应,那我们先等吧,我们等吧,我们等,我们先,那这样,这样那个,郑老师这个,明天我们的,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每天跟郑老师的这个,这个栏目,他调到了每周一的晚上,因为周四晚上,我得上课去了 - 然后明天的话,明天的话,那个,我讲的大概栏目是什么,就要讲到,语别开始逐渐涉及到出版的这些问题了 - 那就是我感兴趣的,哦,对了,那个,郑老师,明天,你看到我另外一个号发那个动态没有 - 就是那个,与共的那个 - 对,对,对,我明天就要更新那本书的第一个序章了,就之前在周圈读过 - 但是,但是我现在有感觉,我现在突然,最近的时候,我没有,我突然感觉好累啊,就是感觉没有,没有动力了 - 我反正,我跟你讲,大家到时候听完我这个系列直播以后的话,有个感受,我核心的主题感受就是,那个,图书出版的话,为了躲避风头,为了能够形成垂类的话,最后会怎么,我会走上一个什么道路呢? - 我会走向一个非常严格的戏份出来,而且是以翻公版书为主 - 你知道为什么翻公版书为主吗? - 因为公版书的话,我不需要省交联系版权的步走,二是正是因为它是公版书,所以说出版社不催你搞 - 我无所谓的,我发现完全是兴趣,我现在准备,等我把教育资格证考完,我七名左右一段时间,我打算把我翻译的另外两本书,再丢给那几个出版社 - 我问一下,看咱们接不接,我干脆问一下,我当时连续我是拿几个书,我看起来我忘了,当时另外一位老师帮我联系的,帮我联系了几个,把我的文章丢了过去,就有人找我,一个是创业中兴吧? - 这个目前话,历史图书的牌子有几个,一个是社科文献旗下的甲骨和索恩,两个小牌子,两个分支牌子 - 不过我跟你讲,索恩这个东西有毒,因为我跟索恩和后浪我都合作过,所以后浪和汉天堂我都合作过,所以说我知道一些内幕 - 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兴的建设城邦和中兴的其他的一些疲励 - 还有的话,还有一个是- 到时连续我有三个人联续我,其中最积极的好像就是中兴的这个比较积极 - 但是他联续我之后,他说他们那边编辑也没有下一步的回应了 - 我明白,其实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吧,很多人就是怎么回事吧 - 如果经常逛豆瓣化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想是看什么最近这十年内出版的那个欧美书的中一本 - 他不想看那个十八十九十亿的书中一本,为什么他以后就说我想看最新研究成果什么 - 但是大伙如果对史学史了解,史学史和后现代理论了解以后就会发现一本史书,他只要问世,他就有价值 - 他哪怕他的所谓的表面的研究成果再怎么过世,他还有研究价值,你知道为啥吗 - 文学价值 - 不是,是因为这本书他问世的时候,他就有那个时代的时代烙印 - 我知道就是通过这个,那个就有他的思想史和,对,你研究那个时代的时代烙印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Cultural Revolution时期,问世的那个批林批孔的那个东西 - 你如果从学术,单纯学术角度上看而言是胡说八道 - 但是你从思想史的角度上来看,这对于了解二世纪那些人的脑回路怎么看待恐梦和法家的脑回路非常有用 - 确实,所以说他忘记了 -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个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史学史呢,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呢,到二世纪初期呢,逐渐完成了逐渐向什么过渡呢,由叙事形向分析型过渡 - 对,所以说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导致那个二战之前的历史书呢,你就可以直接当历史小说,或是故事柜来读 - 叙事性是非常流畅的,但二战以后是什么呢? - 蒙僧,我说蒙僧,蒙僧罗马史 - 蒙僧就可以直接当历史小说来读 - 然后到二战以后呢,叙事史就逐渐退居刺习 - 当然叙事现在还有一些是有一些图书,比如说你如果看那个谁,如果看那个甲骨引进的早期陆大鹏翻译的《地中海三部曲》,那是比较传统古典的叙事史写法 - 但是现代化更多就开始走向什么的,切片式的分析史 - 论文集嘛,有的干脆就是论文集 - 它的好处就是分析某个具体现象分析特别透,但是坏处就是,它得建立在一个基础是,你得对这个基本的使要的前后的那个时间顺序限性的,你得熟 -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通俗史学的问题 - 所以说这一点话,它还是取代不了,无法完全彻底取代传统的叙事史 - 对,我见过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书,您看过没,那个《咆哮彭尘》 - 咆哮彭尘我好没听过,我差点一个 - 是那样,就是它这本书,简单说讲的这张书,它分为外篇和内篇,外篇就是以这个,以特定人物为,几个特定人物为视角,讲述了这个,中晚唐的这个,徐州,徐州地方的这个,徐州地方的这个,五宁军的那个历史,就唐朝藩镇的历史 - 看到,查到这部书了 - 对,它的外篇是,采用类似于小说的,就是采用几个特定人物的视角,介绍了这个,这个地区历史,然后它那篇是专门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这个地区它的一个政治经济变化 - 就是我觉得它这种,非常有意思 - 我说句实话,你知道现在塞里斯的出版界最缺的是什么吗? - 不知道,这我不了解 - 国别的,而且是小国的多卷本通史 - 哎呀,记得,不用想,没有,没有人会做,没有人会做,座里没人买,也不会有人发现出版,那怎么办呢 - 呃,我是至于想什么,呃,我跟你讲,别说小国 - 呃,喂,郑老师 - 郑老师,诶? - 郑老师,诶? - 我这边挂掉了,我刚好这边穿出问题了,您再重讲一下 - 就是你别说小国了,你别说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蒂亚的,这些塞尔维亚,克罗蒂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国家,我都找到了,他们本国的通史和断代史出作 - 就是问世于19世纪是二战的,二战时期的,我别说,不光这个,我暂且不提这个,我就说鹰匠,鹰匠他出多少个总统呢,出40多个总统,对不对,46个,对吧,46人了,鹰匠出46人总统当中,我跟你讲,有一半以上总统,他没有权威的中义本,就是那个多卷本传记,总统本记的中义本 - 有名有信呢,也就是什么呢,华盛顿出过多卷本的中义本,还是谁写的呢,还是华盛顿欧文写的 - 然后那个亚伯拉罕林肯出过几个中义本,其他的总统话,我跟你讲,多卷本,中义本,或者说他们执政时期的统治史,你都找不到权威中义本 - 您看过那个没,那个上世纪九人代以后,湖北出版社的一个世界名人传,您看过没,您搜一下,就是他那个传记里面有华盛顿,弗兰克林,林肯,还有埃斯科娃尔,等等这些人 - 世界名人传记从书,湖北对吧? - 对,湖北,它的封面应该是那种黄,淡,淡,很淡的黄褐色,然后上面有荣物头像 - 哦,湖北长江 - 对,好像这个,好像是,好像是 - 哦,我查到,查到,查到,比如说华盛顿传,我跟你讲,这样的传记质量很低,你知道为什么吧? - 这样传记质量很低 - 这个传记,你其实我后来读,看过一些诸部的发言,他这个基本上就是文超公 - 就是文超公,因为严肃一点的传记,他都会告诉你,比如说,我第几段内容,我是摘自当时这个总统的家书,或者说是第几个党案馆,或者说来自于他的后代的回忆,或者说是他的同事的回忆,会明确告诉你一个参考文献来源呢 - 对啊,这种书没有的,但是我属于搞笑的,就这种文超公,他都比很多市面,现在市面上一些东西都强,这最高效的 - 我在这里我要打破大家一个想法,就是很多人就以为后出的一定转经,不一定 - 后出的他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当代人那些心伤口味,他用一套修辞学重新包装了一下 - 他不一定真的代表研究成果或叙事技术的进步 - 对啊 -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见过什么呢,我见过那个,你知道最早华盛顿总统的本记是谁写的吧 - 我不太清楚,我没读过那段的 - 约翰·马歇尔写的是美国最早的大法官之一,最早的一批大法官之一,他是华盛顿生前的好友,同事 - 哦,对,对,我想不起,我忘了 - 我看华盛顿这样,初中的时候看的已经忘了,忘了差不多了 - 然后华盛顿去世以后,约翰·马歇尔在华盛顿家属的批准下摸遍了华盛顿留下来的稿件 - 然后写了五卷本的华盛顿本记,然后马歇尔的华盛顿本记,其实是美国立场第二套华盛顿总统本记 - 第一套华盛顿总统本记是一个一卷本的,也是一个是美国历史学制服另外一个人写的,但是呢,我一般学术界公认这个五卷本的是最早的华盛顿总统本记,也是最早的权威著作 - 你知道这套五卷本的华盛顿总统本记,前两卷你知道讲啥吗? - 他当土地方圆 - 前两卷,不是,连华盛顿早年生平都不讲,讲的是英国和法国怎么争夺北美殖民地的 - 对,这段历史很重要,因为华盛顿他起家就靠这个嘛,他七年实习当土地仓员,然后他发现当时辅佐一个将军 - 对,然后华盛顿总统本记,这是最早最壮一部,然后作者约翰·马歇尔是早年一个大法官,然后后来呢,马歇尔去世以后呢,后代的美国史学家又有个人给马歇尔演绎一个传 - 马歇尔自己的传记,又和别人写的,也写了四卷本的《马歇尔世家》 - 你注意我的措辞,本记和世家,你知道这个措辞来自哪吗? -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 本记一般是一个国家的那个总统,国王,皇帝,或者说是像少数几个超级大国的总体可以用这个词 - 比如说像大英帝国,国王和首相都可以用本记这个词 - 这特殊一般的国家的总体化用世家 - 我们正抽眼了,我们还是先说回那个国别的那个吧 - 国别的,所以说国别的话,你想,你能把你不光英将的,你辅国的历届首相的传记有没有 - 也没有啊,零星的也就比如说,丘吉尔算一个,威林顿公爵算一个,第一次威林顿公爵 - 除此外,你能找到谁的,就当代的布莱尔,完了 - 萨西尔也有一个 - 我觉得他们谈这些人,他们估计能因为官职翻译,他们翻译界内部都能吵个不停 - 对,我一般习惯叫他叫什么的,叫大不烈联机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阁中纪大险 - 不是这个,我是说他的官职 - 现在我看那个英国很多,就是因为像在国内的话 - 英国中世纪史其实是属于比较发达了,但是里面关于一些头衔的一些翻译就非常混乱 - 你知道为什么? - 你知道为什么发达吧? - 我跟你讲,英国中世纪史的表层语言是英语,底层语言是英国,英国人用的诺曼法语和中世纪拉丁语 - 他看不懂诺曼法语和中世纪拉丁语资料 - 对啊,屁股没有,上一次有一个人,我不知道谁 - 反正他们在聊德国总理的翻译 - 德国总理不是那个Kanzer吗,Kanzer - 哦,对对对对 - 对音的英语名叫Sassner - 他跟那个英语中的Chancellor是同一个词 - 对,Chancellor - 可能就是Chancellor在如今英国一边翻译成大法官,是不是 - 对 - 然后那个德语翻译人就说什么,哎呀,德语的Kanzer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这个总理不对啊,应该翻译成大法官 - 我当时我去他的,我当时想想这个人完全不懂拉丁语,这个人就是他只懂Kanzer这个词在德语中编语,他完全不懂,或者因为他完全不懂拉丁语中Kanzer这个词什么意思 - 为什么他这个拉丁文这个词他到最后话能演变成现在一个是大法官一个总理,他怎么演变他知道吗,他不知道 - 对啊 - 真不知道,那无语了,那怎么办呢,那最后几个特点就是他们现在一堆,包括讨论他们的翻译都可能就是,实际上我,我是能,我能看懂他那些英国头衔是什么意思 - 因为我一直在翻译罗马的官司,所以我,我真的看到什么意思,但是很多,可能如果你装看音术,你就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 你可能就错,拿,拿现在英文的,或者法语,英文词,法语词去套那个词,那结果当然全错了 - 对,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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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扯奴子 - 很多时候词根他都不聊,他就,大家都聊了这个词,词根,那个词根怎么变化,就是,而且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还有什么, - 他,他,他有很多人,很多人他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没办法表示,就是比如说,呃,比如说这个词在拉丁语中这个意思 - 在运语,法语中这个,运语中这个意思,然后他,他翻译的时候,他每一个头衔都各取一个名字 - 他没想到去,通过一种翻译方式,把这种不同头衔把它给连接起来,就让人看出这个东西是有变化的 -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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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光,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有个专门的名词叫术语学,或定名学,专门起名,它都是一个学问 - 术语学,比如说术语学,或定名学,什么人民学,它都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 对吧,你搞一个就要搞好久 - 对吧 - 那最后大家,所有时候大家都在凑合用,大家这个凑合用一下,那个凑合用一下 - 我其实一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现在赛里斯的这个国别史研究,其实从一刚开始科技术就点歪了,相当歪 - 你们之前说过那个全球通史,那个人,那个人民漫长,那个人叫什么,阿纳斯塔 - 那个,那个书,那个书画,细节错误很多 - 哎呦,肯定错误多,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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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哪有那么大本事吧,写全球通史,还一个人写,那写,写的,他写的,他写的,他写的好,才见鬼的 - 所以说,你要知道,呃,我以前碰到过一个北大尼里斯系毕业的一个人,他不是翻译过,无谓的那个,呃,就是,背叛 - 看就是那个本尼特阿诺德世家那本书吧,就是家国那个本尼特阿诺德 - 他是翻译者,姓王,他你知道说一句什么话,他有一次有个状态,他后来状态被封了 - 他在状态被封,他后来在被封号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啥话呢 就是,现代史学界一般而言是不把多卷本通史写,写多卷,一个人写多卷本通史作为学术成果的 - 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历史学发展到二战以后的话,他各种分支学科特别多 - 你能把其中的,最多你能把其中两至三个分支学科搞明白,成专业领域 - 就算丰盛了,就算大师级人物,你面对几十个不同分支要成果 - 如果你把贵总统成一个多卷本通史,几乎不可能,所以说必须是一套鞋做班子,几十个人合力编,他才能写出一个多卷本通史 - 结果最后就变成个缝合怪的 - 所以说就缝合怪,所以说最典型的意思是什么呢? - 剑桥摸摸屎,就是典型的这个味道,你读剑桥摸摸屎,哈佛摸摸屎都是这个味道 - 还有新白,新白是吧,讲清欧洲绝对变演化,我觉得我的评价是算了吧,你写小说去看吧,你要写小说看的还挺不错的,你要是搞研究算了吧 - 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当时我看到有套书叫匈牙利青年史,就是当时从匈牙利民族兴起到写到十九世纪晚期,当时匈牙利的通史的时候 - 十卷本匈牙利的通史,是让十个不同的匈牙利的学者写,十卷本,十个每个人写其中一卷,十九世纪晚期就这样搞了,你让其中一个人写多卷本,肯定翻车 - 我不想说,我说个熟悉点的嘛,我们前段时间去年,国内出了一个办情机构大通史,陈子昌就要主编的嘛,对吧 - 我看到了 - 营销非常好,营销很好,典藏版,卖你一千,三套版,搞了一堆花里无少的玩意,卖你一千多,那个质量就,对吧,那不说了 - 我跟你讲,我说句实话,研究历史,要以小见大,你能把克里特岛和塞普卢斯岛研究透,我算你服? - 基普卢斯 - 对,基普卢斯 - 我不是那次有一次在那个QQ谈话,也不是跟你说过,那个有个英国人,乔治希尔,有个英国人写的四卷本的,Cypry of Cyprus嘛,四卷本啊,从那个上古一直写到1945年,英国殖民统治中期 - 知道吧,英国殖民统治中期,那个人他本职工作是研究古希腊钱币学的,古希腊是拜占庭钱币的 - 天呐,我对钱币学完全没有研究,我说不上了 - 那玩意是个大坑,我说句实话,一般人填不平 - 天呐,钱币的话,你要资产太多了,你手上你得判断这个钱币是什么年份的 - 上面写的字是什么,上面的画像画的什么玩意儿 - 古钱币有个画像抽成要紫 - 是啊,而且那个钱币它不同时期,它的成色都不一样 - 哎,天呐,目标能不能小点,先搞定马其他 - 呃,对 - 马其他可能轻松点 - 不过你也得很多,马其他的话你得,我想你得要几门语,我想一下 - 你起码要三门语,甚至四门,哦,四门,你得四门语,起码的 - 对 - 拉丁,你先英语来一点的,然后意大利啊,来一点 - 拉丁文你是要的,阿拉伯语你也是要的 - 对,那个马其他语,我跟你讲 - 喊,喊,那个,京师,你说 - 我说,我觉得马其他称呼上帝就喊喊了 - 啊,对,那个马其他语,它就是阿拉伯语西北方言的分支演化出来的一门语言 - 啊,对 - 但是你要知道有个抽象事实是什么,就是,京师外国语大学,它有阿拉伯语专业,它有马其他语专业 - 但是实际上马其他语应该算阿拉伯语方言,但是,京师大,京师外国语学校,它不教其他的阿拉伯语方言,它只教标准书面阿拉伯语 - 结果是广的阿拉伯语,毕业生,毕业后去中东北非各国工作,还要再学一两年方言,当地方言,苦死了 - 所以说这是教材什么的,都乱的 - 陈志强教授当年受组织派遣,就学了现代希腊语,然后让他去研究中古希腊语资料,那不计了 - 哎呀,拜占亲帝国研究啊,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法语,德语和俄语,这三门语,你能不能达到英语六级的阅读水平 - 英语六级,你要能达到英语六级阅读水平,那还能说,然后你的希腊语和英语的话,能达到听说读写全都ok的问题,那还差不多 -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要是有这个东西做到这个事情,你还跑来研究这玩意干嘛,你还不如敢去研究人更热门的,对吧? - 对,你可以研究其他的东西了 - 就是重心上,你研究这个要很多水平,那问题有这么高水平的人早就跑了,鬼才在这上面花时间 - 是吧? - 那最后只能,对吧,那只能民间爱好者自己去啃的,对吧? - 等我啃个五年再说,我给你戳出一道诸作是吧? - 我回头话,以后我找时间搞个什么的,我去写个拉篇剧本,就是专门分析,呃,国内一个历史学教授,谁呢? - 北京大学法国史教授高益的一个讲座,三个小时讲座,我会写个拉篇剧本,批他的这个讲座,批完以后一本法国史通史讲纲就出来了,专门批他,你知道为什么? - 这个人他就是,他是主要方式讲法国大革命史吧,就是度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时,他是在行,我告诉你 - 他结果他那次讲座,三个小时讲座,从法,从古典时期一直到法国现当代,凑满片花 - 哎呦,我怎么办呢?真的是 - 本来那个,本来这样的法国通史应该找六至八个教授分期讲的 - 结果他一个人他讲了这法国通史讲座,讲三个小时,一切讲座,错误 - 他估计法国早期那些人命他读不对,我操 - 他读不对,我跟你讲,他只懂那个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个法国大革命时期,他还算是去国内的权威吧 - 哎呦,这是个早期罗曼语 - 你知道英国人编那个英国境内拉丁语用语词典编多少年吗? - 我知道您之前说过六大卷,那个还只是英国的 - 就是就是辅国,辅国那时候他妈编了100多年了,然后售价多少呢?500英,500英吧 - 哎呦,哎呦,我现在,哎呀不行还太贵了,说了,我想你郑老师,你上次给我推荐过一个国内的一个古文,还记得吗? - 哦,记得记得,我推荐过 - 哎,买买买不起,家里没钱买不起 - 嗯,我现在只能看,哎呀,我电子版翻译前了好几个月了,我想四个月,四个多月我没有动那个书了 - 我没有继续翻译,翻译不动,太累了,那... - 关注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我,我查的资料越多,我越翻译以前的翻译不对,然后每次要改,每次改就花大把时间 - 改完了翻译又要改,改一半一半就发现,还不对,还得改,然后纠结 - 我现在就就就就没有动力了,感觉现在好累啊,我怎么凶老师还不来啊,我再叫他,我再跟他打个电话 - 嗯,我怎么搞人电话,打电话 - 哎,西夏文,你要这样,我不用指望了,西夏文不用指望,记了,不用指望 - 西夏文,原始资料在讹不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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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讹不老师 - 对了 - 啊,不行,今天算了,你今天再跟熊老师再说吧 - 啊,西夏文记了,西夏文记了,你不用想了,多梦去 - 我看前面弹幕了,还有研究,放心,不是周末,你那找你说,我们找嘉宾,嘉宾人不在,算了,你应该跟他说吧 - 我说句实话,中国,我提前在未来的,讲中国会讲个明暗话题,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可能在二战研究,目前不可能在二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你知道为什么吗 - 我怀疑是根本就没有董行的了,我告诉你,光是意大利的树棒主义怎么起源的, - 默光头的生平,已经默光头拳击这些事,国内没有一个人能翻译的,你知道为啥吧 - 哎呦,默光头 - 咱们现在可以,我告诉你,默光头拳击有44卷 - 那死了,那不用想了,那不用想了 - 我跟你讲,国内关于树棒主义的论述全都是错的,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包括B站上面那些什么历史系,世界史,博士生,包括教授,关于树棒,树棒主义的论述全都错的 - 实际上你不用看论述,你直接去搜《立体调研社》里面有讲默松里的生平的故事,你其实,你看默松里的前半生你知道为什么很复杂,对吧 - 为什么,因为树棒主义,我告诉你,从思想史源头讲,树棒主义恰恰就是M主义的一个分支 - 哎呀,他毕竟是民族社会主义嘛 - 对吧,树棒主义,然后小胡子仿着树棒主义,搞出了自己的得赦主义 - 哎呦,我越来越修了,我说,修没鞭子 - 所以说类似什么,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吧 - 哈尔马克思相当于什么,相当于KPOP - 莫光头相当于什么,从KPOP系统出来的蔡旭坤 - 然后那个小胡子相当于什么,小胡子相当于恶搞模仿蔡旭坤的埃坤 - 实际上是这个谱形 - 我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这个问题复杂性,为什么不敢研究 - 你一真研究,塞里斯当局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就会发生动摇 - 我觉得还是放过下些东西 - 我觉得你放下些东西其实可以解释的,放不下了 - 对吧,所以这一点,还有比如说我告诉你 - 我之前我见过一本书,叫什么书呢 - 叫第二次世界大战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荷兰王国史 - 全书三十多卷本 - 荷兰文的,对吧 - 你有几个说是我能够流利阅读,像大学英语六级的阅读水平上能流利阅读荷兰文著作 - 你要是能这样的话,行 - 因为你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就是说,荷兰这样的国家投降以后,它地下抵抗组织是怎么运作的 - 尤其是怎么运作的,暗中给洗头脑使坏,怎么给洗头脑使坏,你都不知道 - 英美怎么借助荷兰这个峭板渗透了 - 这面明天暗透,这段是很重要的输掉 -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荷兰王国史,这套书的话,是荷兰王国官方关于二战史的官方史书 - 比如搞艺术品骗钱是吧 - 嗯,这里面很多,很多一堆细节呢 - 所以说你包括未来的那个基斯理夫和加里夏这两国的冲突 - 未来这玩意也是个特别大的疑点 - 现在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 我估计还可能要再十年,基斯理夫要完成 - 对吧 - 这里面就可以产生几十卷本的那个通史了 - 哎呦,我估计那不几十卷呢 - 那就不光是文字资料的 - 图片呢 - 图片,视频,甚至还有模型,3D模型都可以给你整出来 - 你比如说有的人专门研究什么,那个时期的那个加基辅政权的女兵状况 - 这玩意就可以出好几本书了 - 什么小绿子总统,小绿子总统,你知道我小绿子是谁吧? - 小绿子总统 - 我知道,我知道 - 子林斯基,子林斯基在俄语和乌克兰语就是绿色的意思 - 小绿子总统,小绿子总统口书回路 - 然后关于小绿子总统口书回路,他怎么撒谎,在这里面撒谎 - 然后相关学者一研究又可以写出这么多书来 - 知道吧,所以说意识学实际上是最难学的专业 - 结果我们就是把意识学给无限简单化,哎呦,搞笑死了 - 你看,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在于那个 - 其实跟很多行业类似的就是,你真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被必要在这个行业打下去 - 对 - 你看,比如踢球,你身体好,脑子也好,那你干嘛踢球呢,对吧 - 对 - 那只能说,那只能说,那只能说慢慢看吧,那怎么办呢 -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只能是一点点,只能是在局部取得小突破 - 然后一点点改变这个气候,你别指望一口吃成胖子 - 但正是因为这个东西行业惨淡才有竞争的空间 - 你要是有些高度成熟内卷的行业的话,没有新人入手的机会 - 这就很简单,我有次看一个视频,短视频,有个教创业的导师就讲了 - 为什么勤劳不能致富?假如勤劳真能致富的话,那穷人就没机会了 - 哎,供求关系嘛,供太多了,供应不上供了 -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明白了 - 我未来的翻译重点方向,有个重点要垂直就是英将历任总统本纪 - 和十九世纪的道,就是说从英将立国到美西战争时期这段历史 - 知道吧,美西战争最权威的史料是一个西班牙的将军写的五卷本 -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很搞笑一点是什么吗? - 就是有一次我看那个维基百科 - 就是一个是美末战争,一个是美西战争 - 我看特意看西班牙语版的维基百科,结果发案底下的那个参考文献几乎不敢列 - 西语人自己不敢列,你懂我意思吧 - 卧槽,他们用什么资料,不会是 - 他们不敢列,但是让西班牙语里面的那个关于美末战争和那个美西战争资料 - 其实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里面涉及到国耻,国耻他不敢在这个西班牙语维基百科资料列 - 而在英语版的维基百科资料,美西战争和美国末战争底下英文的研究资料 - 列一大串,为什么呢? - 很简单呀,美国就靠吃这两次战争的红利崛起的 - 这对他们而言就是往昔光辉岁月,帝国爱国主义,英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所以说你可得使劲研究着- 没事,没事,等之后那个南方那个墨西哥老越来越多之后 - 说不定西语又复兴了,对吧? - 现在说西语的母语人口本来就比说英语的母语人口多个期限 - 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说不定再给你改成就是卧星长胆,这是西语的卧星长胆 - 我顺便跟你讲一下,目前赛斯这里面出的英语 - 以外出的最好的欧洲语言教材就是西班牙语教材了 - 对啊,西班牙语用的多啊 - 质量普遍很高,现在的西班牙语教材质量普遍很高 - 比法语的德语的俄语教材变得多好 - 没办法,拉丁语下语现在根本就没人理,早就死透了 - 我现在还用了80年的拉丁语语语的,哲教老师您给我推荐了那个最新应该 - 那个应该是比较新吧? - 您自己跟付的那个挨型传续应该更新吧 - 什么那我推荐,哪个词员 - 米的学家的经济教材不是给我推荐了几个徐拉丁语 tit ma - 你不是给我推荐了几个人习教材呢? -啊,我推荐过,确实推荐过 不过我大概看不了 我大概没谁看 我看了没用 你是因为你想急着出 急着出成果 我知道 而且还有个原因就是 我英语水平都稀烂 我哪学的好拉丁语 我英语都着急呢 你说到底 我能够翻译 我能够翻译这东西 本身而蹭上互联网的 时代热潮 因为有大量那种 单调的那种 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词句 现在机器能帮我翻译 还能帮我认色 然后我才有时间去研究 那些专有名词什么意思 其实这确实有个机遇 其实我觉得 现在积攀这么发达之后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 学者来说 也算一个解脱 不过我说句实话 我一般气象语 还是得亲自掌握什么语言的东西 因为我要跟活着母语民族交友 得了解他们 现实状态中的语言 而且另外一个是我底下 我对积攀有些词汇不放心 我听应用着翻译我 我清楚 有个词我最后还得靠人一点点 查定夺了 我差不多 我差不多就这样子 但是主要是 我研究对象已经死透了 我研究对象已经死透了 我现在跟他们说不了话了 不过我认识我 我教的 我教我拉丁语的那个老师 有一个会说 口语上会说这玩意儿 可是主要还我这个 我这个蛮偏的 因为你说实话 你去 你学古典拉丁语 古典希腊语 都是古典时代 就是公元前 公元前左右的时代 公元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几百年后 公元后几百年 我这个很偏 我中古希腊语 非常偏 我这个就是冷门 所以上次我上 我问你问读音 那个读音我就死问不到 没有人研究那个玩意儿 中古希腊人 有研究发音吧 就那样 国内有 国内有唐吉克德学 那行的 那科研的 不错 你知道唐吉克德学 是最早是谁搞起来吧 是英国人搞起来的 英国人为了方便 阅读这个赛文提斯著作 他搞起这研究来 慢慢后来传回到西班牙的 因为赛文提斯去世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书画在西班牙评价并不高 对啊 是不高啊 别人把 上次比亚一些人 把他给挖出来的 他去世后三百年 才把有人把它挖出来 对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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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在这里后来的我的直播节目里有 我不是预定要讲十二期吗 我讲四期 接下来后来后面有期就会讲到人的这个历史记忆消除问题 就说这记忆是怎么被篡改的 就包括人的意识人物的评价之类的 你比如说我有个观点就是 我有个观点就跟主流的民间观点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特别高度评价罗振宇 而主流的你看知乎那些人都在骂 包括B站 大多数人都在骂罗振宇 郑老师你知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你不认识这个人很正常 但是这个人他也在影响了你我 你知道为啥吧 知识付费 课程付费课程 看视频付费付费视频这些东西 先和都是罗振宇开创的 那确实 就是B站的付费视频付费课程 课程全都是罗振宇开创的 罗振宇是这方面祖师爷 他开创一个行业 然后有这个行业以后 就产生了一大堆不吃工价饭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 哦对 多了个渠道 这点很恐怖的 然后教别行业就被盖棺定论了 对吧 对 教别行业被盖棺定论以后 教别行业它的那些从业者出路就只能是搞成人支付费了 也在转换财道吧 我就是被服务对象 对吧 是 我考研就是被服务对象 正好 你也得多谢这几年考研主任活起来了 不然教牌 教牌的人都没饭吃了 对吧 对 考研这个东西 但是 现在其实又养活了一批教牌人 他让他一口饭吃 你要知道也是什么 我跟你讲 在考研行业里面 谁是最赚钱的人吗 你知道这里面有个很明确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姓名 我不知道你说吧 肖秀龙先生 谁啊 就是肖老师是中央民族大学的M主义教授 好 我懂 他咋了 他是考研辅导政治的大头 那我懂 那他就是所有博士老师 对吧 他是前国家考研政治科命体组的组长 还是组员 反正他是在那个命体组里面干过很多年了 干过很多年了 所以说他 影响一代青年人 对吧 不是一代青年都快两代了 为什么呢 他现在每年卖肖秀龙考研政治辅导 资料花大概年销售额是 八百万册 八百万册 扣税后 扣税后版税是一个亿左右 八千万至两个亿 那我觉得他这个最大的收益不仅在钱 他讲的课 他讲的东西 他本人那些想法也随着他的课一直流出去的 对 流出去 一个月 一年稳赚一个月 是塞里斯每年 头号创销榜作家 就是说 郭敬明 郭小四 什么 莫言等人 连他临头都不是 包括大刘 包括科幻大刘 都不是他的临头 知道吧 唐家三少勉强跟他打个平手 那江南 江南已经死了 你说的小说江南那个人 死了吧 现在差不多跟死的差不多 他现在想说创作上跟死的差不多 没区别了 对他实际上就已经在创作生涯中已经处于积乐状态 你死了 知道吧 但是只要这个肖老活一年 每活一年 他的银行稳定能进账至少一个亿 所以说我后面的直播会讲 怎么靠出书赚钱 不是靠出书卖的那个书的数量赚钱 因为你永远是卖不出几册的 你能卖个一两万册就算很畅销了 你要靠书所建立起来的生态宇宙 搞生态画反 跟各个行业嫁接起来赚钱 你懂吗 比如说酒店文语 文创 知识会教育培训 各个行业 你能想到各个东西来个生态画反 组建生态你才能赚钱 我觉得郑老师 你接下来可以讲一些 之后几期节目可以讲 怎么跟编辑打交道 我可能之后要用到 好好好 我到时候告诉你 我几个案例 就是说真实案例 我都是真实案例 真名实名 我跟三个不同出版社的编辑都打过交道 虽然目前没有 又要去找他们了 我想先进行进交 我 bridges 大家会再去找他们一次 我再去 知道 我可能过来咨询一下 唉齿 咧 我们上一个话题聊什么 我看一下 你看我给你的目录 12个12期内容的目录 我看到 就再说吧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聊回来 看下之前我们在聊什么 习下文记了 然后差不多聊完了 今天差不多这样了 今天我再找一下熊老师 看他到底来不来 不然不就算 贾跃亭你练的女神好几个人 那确实 贾老板确实女神 这个贾跃亭这个人 是个非常负难的人 关于他跟某位大领导的关系 我就不直接谈 我就谈一些 他是怎么被合作者通的事 这一点我是有切身感受的 以后我可以在直播里自己谈 我觉得贾 贾 我跟你讲 我可以毫不避讳的说一点 你知道我受谁的影响比较深吗 我目前的创业思想 受郭小四 罗胖 罗胖子就是罗振宇 贾跃亭 这几个人的思想比较深 他们共同交互我四个字 生态化反 这里面生态化反 最成功典范就是郭小四 他怎么以写作小说起手 构建出了一个影视帝国 在上海滩 拥有几十亿的资产 确实 确实很有盘景 知道吧 这个我说句实话 郭小四 你论他的文学创作 创作东西 他连 他连入门的门槛都不到 基本等于 但是你要论 他的文化史和社会实义 是个标杆式的人物 这就是鬼畜的地方了 对吧 后世研究 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上半夜赛里斯 流行文化史 绝对不能绕开 郭小四 对确实 时代的厮绍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韩寒死了不可惜 郭小四死了 这个时代就没了 郭小四是这个时代 真正的传奇 因为韩寒 我跟你讲 因为你在 近十八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历史中 你能经常找到 不少韩寒 奋青照啊 太多了 但郭小四 你很难找啊 我跟你讲 大中马算吧 大中马算人物吗 大中马算呀 这也是引领 法国通俗文学的 一代宗师啊 对 那个谁啊 我记得当时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时候 有人写 那个法国文学史 就没有收录 大中马作品 但是在战后 就是他的作品 就反而就 正式登堂入殿 登堂入世了 你为什么很简单 你补及了中学教育 和大学教育以后 阅读人口 就会由原来精英阶层 逐渐变成大中通俗 大中通俗 大中的意见 关于通俗文学意见 那是非常重要的 决定权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 好的通俗文学作业的话 直接会导致一个后果 就出版社 直接崩盘 出版社崩盘以后 出版社就没钱 就没有 连出版社都没了 就无法在编辑 证证里出版 严肃著作了 对 很正常 包括那个 大中马很多作品 不是在出版社出版 它是报纸上连载的 报纸上连载的 然后大中马 启发了谁呢 华语世界最有名的 就是金庸 金庸其实就是 把大中马的说法 和赛斯传透文化 形成了化学反应 不过有一点 就是大中马 它其实是个工作作坊 它是个作坊 对对对 它有时候提出构思和框架 然后底下有一群 基督生伯爵那个书 它怎么写 它是先有灵感 它把灵感跟手下人说 手下人把书 然后他再改 然后再出版 对 其实很多 你比如说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 那个美国总统的文稿 是怎么写的 美国总统文稿是 总统想个点子 口述出来 然后底下的那个代理作者 先写遍底稿 然后总统过目一遍 改改改 都是这么出来的 对 都是这么出来的 其实质量还可以 你这套流水 质量可以 出一个好 其实质量是可以的 是 你是能够给你整出 好作品来的 而且质量稳定 而且能符合 原作者的原始思想 对 但是 但是现在的话 其实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 网文 就是我们谈当代的网文 其实当代网文一开始 就是早期也很多 就是那种 就是一个人淡眼的斗 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 每天就坐哪 然后洗洗 每天不停就洗 现在有很多 现在很多小说 他就是那种 工作室在写 现在是能跟你上AI 对吧 写完之后 光速写光速出 还能拍 还能找人拍短视频 对 用 用Sora等式的工具 对的 包括那个什么 Y9龙王 那个短剧 也很 也很到点 事实上呢 如果说是 你像单纯追求商业成果 这套模式就可以不断的复制 东西 但如果你是想在 历史上留名 享有艺术成果化 我说句话 写小说还是很累的 那我觉得不用主张 今天的话 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环境下 你可以放你这个讲话 我觉得可以放下 因为现在的话 就文字的分量 其实 就是客观上 它是 不管我们 可能觉得文字里有很多 是客观上 确实被大大瘸落 因为现在的信息 方式 基础方式 太多太多了 这我理解 理解 比如说 小说都 不像小说 这个说法 对啊 没办法 那就是 你的影响力 终究会不如一吧 他根本就不读书 有人根本就不读 不难读文字 他都 怎么办 没办法 就 就很好笑 如果说 你以说 纯粹人数 来算的话 可能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就是那些 读纯文字的人 比例上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多 但他跟今天的总数 比起来非常 非常 非常不值 是啊 这也是一个 历史中很有 一些就是你的 绝对数量 增加 但你的相对数量 其实反而 虚弱了 很正常 很正常 因为他 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 你读纯文字的话 这 其实 排忧解闷的效果 不如看视频来的爽 特别是短视频 所以说 大家就转上短 短剧了 我突然想起另外 你这个话题不太适合在公众场中谈 算了 这个话题不谈 这个话题因为危险 啊 懂懂懂懂懂 不是 因为不是 我 这个 走 走 我 再说吧 就是娱乐 关于娱乐产品 那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 但其实我 我个人的话 我个人的话 因为我个人的平常问题 我可能还会 我可能还会更加会接触文字 因为文字的话 其实也 它虽然 可能对很多 常文字 可能对我来说 其实反而轻松一点 因为你如果看动画或者看漫画的话 你可能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信息 就可能反而很累 对 你可能文字的话 你就看完就知道 你就想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 你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对大多数人肯定还是视频要轻松的 嗯 嗯 没办法 这有什么办法 是啊 超多 今天到这 今天是想 今天就是临时 本来想测试啊 就我们准备来 那明天再说吧 郑老师 好 好 好 明天我就开始 今天就是更加热格声 明天 明天我 明天我 我今天就在跟熊老师 他联系一下 看到有什么情况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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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离开了 嗯 好的 行吧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今天结束了 今天办办办到了 大家赶紧去其他支援节目吧 有人说这不就领导改造 是啊 是啊 你最后你会发现一个东西 最后你实际上还在搞定流转线 我也这么也怪